以下是一个医学节目 部分镜头可能引起不安 敬请留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師奇, 你這麼善解人意相信你一定會看人心事 有秘訣的, 李醫生 什麼秘訣? 我有一個方法是可以很準確地知道大家的其中一件心事 是哪一樣? 我有一個心跳標 我現在的心跳就是一分鐘七十八下 你們也知道我的其中一件心事 雖然知道你的心跳率 也未必知道師奇的複雜心事 不如我們請黃醫生說說香港人的心事 好 好, 香港人的心事確實是越來越多 而且也越來越不明白他們自己的心事 譬如說冠心病近年來 除了癌症之後, 在香港是第二號的殺手 除了數目日來, 日益增多之外 連年紀也越來越輕 那有了這個冠心病, 會有什麼徵象呢? 冠心病總括可以分為兩大類 譬如說心搞痛和心肌緊失 譬如說心搞痛, 很多時候病人的感覺 就是會在運動或者很緊張的時候 會覺得心口壓住、拿住 這樣不舒服的感覺 再嚴重一點的心肌緊失 就是當血管完全閉塞的時候 所產生的痛楚更加會劇烈 但是很多時候有很多病人 當他們已經有了冠心病的形成之後 都仍然是可以沒有什麼病徵的 但是如果我們想再清楚明白 冠心病的病情是怎麼樣的 或者我們可以看看阿周的狀況 很多人都有一個錯覺 以為心臟病只是老人家才會有的病 只有37歲的阿周 跟不少香港人一樣 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這麼年輕 竟然都會患上心臟病 開始的時候不知道是心臟病 不知道是什麼事 但是發覺到是走一段急的路 或者走一段斜路的時候 我胸口會有點痛 在那裡扯起也扯得很厲害 一會兒他又會沒事 就是不覺得是什麼回事 我想這個這樣的現象 出了半年都已經 直到2月那次很嚴重 我痛到有點暈 才發覺到去看醫生 才知道自己心臟出了問題 入院檢查到這麼多東西之後 我發覺到原來那個危險性這麼高 可能隨時你逛街 降低 那天就沒有了 最初陳先生 我們除了幫他檢查到膽骨唇膏之外 我們從表面心臟槽 發覺他有觀心病 令到心臟肌肉不夠血供應的現象 所以我們幫他做了一個搭板運動 來看看他做到哪個運動量的時候 才有觀心病的跡象出現 然後幫他做了心導管的檢查 以及放射性同位素的心臟檢查 為了進一步了解阿周心臟內血液流通的情況 醫院幫阿周做了個放射性同位素心臟檢查 在阿周做了一輪運動之後 醫生就將一些含有放射性的物質 注射入阿周體內的血液裡頭 然後就再由60個不同的角度 收集血液在心臟內流通的資料 同樣的探測在阿周休息之後再做一次 經過電腦分析就可以判斷到 哪一條心血管有阻塞的現象 同時也可以計算到阻塞的程度 不過在整個過程裡面 牽涉到含有放射性的物質 注射入人體裡面 自然就會令人關心到會不會有危險呢 因為我們所用的那些同位素 就是那個輻射量很低 只有一個半需期也很短 所以病人很快會將那些輻射的物質排出體外 還有那個就算它留在體內的時候 它都很快會消失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輻射危險 陳先生現在一直的檢查得出的結果 我們發現你有三條的冠狀動脈血管閉塞 其實都是挺重的 可能你初初沒想過 其實你這個時候最好就是 做一個叫薄血管的心臟手術 就是需要全身麻醉 就在郭良雄醫院那邊做的 如果真的需要做手術的時候 你自己怎樣看 對我的工作有沒有特別的影響 我們預計當你做完手術 那個心臟肌肉的血液供應改良之後 不單止你的心臟藝痛的程度會減少 我們相信你可以重新去投入你的工作 以及生活各方面 知道自己要做手術之後 阿Joe雖然感覺到有點害怕和無奈 但是他仍然能夠令自己保持輕鬆 因為擔心我沒有聽到幫助不到自己 令自己輕鬆一點點 在不是這麼開心的環境之下令自己開心一點點 現在都挺痛苦的 看到有人去打球去爬山 自己做不到 因為痛 我心口經常都痛 尤其是晚上 那些是否叫做冠心病的症狀呢 我們說如果冠心病標準的症狀就是 當你運動起來或者勞動的時候 就心口痛 但是如果你說你晚上 尤其是休息的時間才痛 那就多數不是 因為如果你的胃有痛 或者你的神經緊張肌肉痛 都會心口有痛 所以如果真的勞動起來才痛 那些就是冠心病 為什麼每次做心臟檢查的時候 都要我們先做運動 接著就測一次 然後休息之後再測第二次 在心臟檢驗裡面 運動檢查是很常用的一種方法 主要的目的就是比較那個心臟 在休息的時候 和在運動的時候 情況有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很多時候你在休息的時候 那個表現可以是完全正常 但是到了你運動的時候 因為那個負荷加重的時候 才呈現有不正常的現象 所以一定需要有一個休息的 一個運動的這樣來做比較 如果檢查之後 醫生說要做手術 病人可不可以說不做呢 病人有些什麼應該要知道的呢 那關於手術 你當然要知道一切 但是決定做不做的權 的確是在你手上的 但是你又要知道 如果做手術 的確很多人怕危險 如果不做手術的危險可能更大的 那不如我們再看看 阿周的情形如何 九月一日的清晨 阿周已經有十二個小時 未曾進食過 一個小時之後 他就要接受搭橋手術 有些恐懼 有些緊張 但可能有個好希望的 可能手術之後 沒事 我想我在想那樣 我初出入醫院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 嚴重到要做手術 我相信是 因為我始終覺得自己年輕 不是那麼七六八十 我想自己的身體 可以復原自己 大部分人在臨做手術之前 難免都會有點害怕 其實阿周所接受的搭橋手術 做法並不複雜 搭橋手術 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這個名字 搭橋 即是有一條新的血管 我們在一個主動脈 那裡 在腳上拿一條靜脈 然後用這條靜脈 一邊就搏了 那個狹窄 那個搬狀動脈的下游 另外一邊就搏去主動脈 那裡 那些血就是 主動脈 經過一條新的血管 就直到那個 狹窄的 冠狀動脈的下游 那就變成避了 狹窄的位置 我們去搭橋 那條橋就跨過了 狹窄的位置 所以我們叫做 搭橋手術 死了 死了 臨近日 他們台灣的情形 我們搭完這些橋 他們的心恢復了自己的功能 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也能保持一個正常的血壓 也不需要有藥物刺激心臟 才可以有正常的血壓 所以我一般來說 看上來所有驗回來的報告 血液的成份 電解的 都正常 所以我會說 過程滿意 他应该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做完手术之后 普通来说 比如吃烟那些 我们当然叫他一定要戒了一些吃烟的习惯 第二样东西 如果有糖尿病那些糖尿病 一定要控制得适当 血压高那些一定要控制血压高 比如血的脂肪 胆固醇高的 当然是要降低胆固醇 所以要注意一般食物 如释重腐 现在好像重生一样 以前很多东西想做 做不到的现在都可以做 像打球、打球那样 我们看到阿祖手术后康复得这么快 真的要以茶代酒和他喝杯才行 好 李医生 有人说在手术后康复期间就不要吃虾蟹了 又要喝一些生鱼汤 那是否真的要这么做呢 那也不一定的 当然生鱼是富有营养 又不只是吃生鱼才有营养 至于蝦蟹 有很多人以为它有毒 虽然蝦蟹胆固醇很高 但只要你平时对蝦蟹是没有敏感的 那做完手术吃一点都不怕的 医生 我想问你 其实医冠心病是否一定要做手术的 是否需要做手术呢 最重要就是看他的症状有多严重 其次就是要看他血管阻塞的程度 的位置 还有有多少条血管受影响 很多时候如果那个病状不是很重要的话 吃药都已经可以很足够地控制住 但是比如一定是要做手术的话 也都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考虑的 不过最重要就是及早医治 如果是及早呢 那种方法都可以有的选择 思琪 我又给你这个东西估计一下 如果有冠心病就不一定做手术 就算做手术不一定是一条的手术 就是利用这个仪器 你又猜不猜到它是怎样运作的呢 医生这个仪器我看到它是有一支条管 有一条就穿了入血管 我想它容易是想通开失了部分 那究竟是怎样的操作呢 我猜不到 患有冠心病的病人 如果只有一两条血管出现局部阻塞 经过医生了解情况之后 病人可能会接受心血管气囊扩张术的治疗 香港有好几间医院 都有这种治疗方法提供的 心血管气囊扩张术是将合线的血管 用气囊的方法再度扩大 从而是将血液的流通是整翻开 这个做法是在一个深度管室里面进行的 一个深度管室呢 基本上是一个很特别的X光的 的仪器令到心脏血液呢 血管可以得到一个显影 和有很复杂的血压的量度的仪器 这个做法呢是用穿刺的办法 在大腿或者手部呢 引入一条道管通到心脏半脏动物的出口 靠这条道管呢是引入一个气囊 去到心脏血管阻塞的地方 那用一个好像泵的东西呢 将气囊打仗 从而呢将合线的地方是扩大 令到那个血液流通呢 可以得而是打通了 而当做这个步骤的时候呢 那个病人是只需要局部麻醉 他是完全清醒 他甚至是可以见到呢 医生和他将血管是扩大的情况 自己很清醒的 完全清醒的 我看着这个荧光幕 我的血管是失了的 由他通翻和占大 过程很清楚 我还跟医生对话 我问他为什么他们的血管还没通得够粗呢 原来那条那么粗 医生说不能够保证他绝对不穿 你不要贪心 做到一样之后 如果穿了会死人了 心血管气囊扩张术的成功率 一般来说都有八九成 不过 经这个方法治疗的人呢 他们的复发率都不低的 一般的方法率是由百分之三十 去到百分之四十左右 而方法的原因是比较多样化了 因为这个心血管气囊扩张术 是局部麻醉进行 康复期很短 如果真的有复发的现象 病人可以重复这样再做一次 或者两次同一个步骤 而再做那时候 那个复发的机会率可能会减低 李医生 这个心血管气囊扩张术的复发率 也不低的吧 是呀 所以最重要是要知道 如何去预防观心病 说到预防 当然有些事情要小心的了 不知道我们的现场观众 想不想到有什么要小心呢 你想不想到 我想 不要吃那么多肥大东西吧 你呢?你想不想到 我想做多些运动也应该可以的 李医生他们说得对不对 对 两样都很重要的 引起观心病的因素 男性比较多 肥的人年纪大得多 如果他有血压高 或者糖尿 亦都机会高一点 所以预防那方面 运动一定有益的 然后如果要减轻体重 吃少些肥利东西 那血里面的胆固醇又会降低的 而最重要是要注意不要吸烟 刚才李医生说的胆固醇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我听就听得多了 究竟他是不是对人体 一些好处都没有呢? 不如我们请黄医生和我们讲解一下 胆固醇其实是人体里面 必须的一种脂肪质来的 因为很多人体的结构 和荷尔蒙都是需要用胆固醇来制造的 不过一般人所说的胆固醇 都是说血液里面的胆固醇 那大部分可以分开两大类来看 一个就是高浓度的胆固醇 这种胆固醇其实高一点都是无坏的 其实还好一点 因为它对血管是有保护性的作用 另一种就是低浓度的胆固醇 这种低浓度的胆固醇 就很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面 逐渐逐渐就会形成血管的收窄了 思琪,我们这两位朋友 正说都验过血里面的胆固醇分量 你猜他们是谁高呢? 我猜会是男士高一点 因为女士比较贪美,可能有保护性 那你也很大机会是对的 因为大致上男性的胆固醇都会比女性高一点 那并不是说女性一定不会胆固醇高 尤其是当过了更年期 因为缺乏了痴性荷尔蒙 血里面的胆固醇就会升高 不如问问,你刚才验到多少? 147 这位女士呢? 235 咦,这次倒转了 所以说,所谓147就是 100个毫升的血液里面 就有147个毫黑胆固醇 只要少过200都属于正常 如果200至240 那可以说应该小心才行 而超过240 可以说胆固醇过高了 我想你要快点减低胆固醇 要小心饮食 根据最近一个香港人的 全港的饮食调查的显示 报告指出香港人吃肉食的食量 比以前大大的增加 它的份量是比起美国、加拿大 和台湾的人士超出了一倍的 香港人很多都有出外进食的习惯 但是大多数的茶楼、餐厅和快餐店 他们所供应的食物 都大部分含有很高的蛋固醇 例如一些茶楼的点心 那些快餐店的 例如汉堡包、炸鸡翼 或者茶餐厅的那些 忌廉蛋糕、之类的食物 全部的脂肪和蛋固醇的含量 都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也不是有那么好的饮食习惯 另外一个原因 由于近代的社会这么富庶 市面上那些广告 推人很多所谓的自在餐 豪门宴和一些海鲜火鍋 每天很多香港人都不自觉地 进食了一些很过于丰富的食物 首先要注意第一样 就是避免进食一些高蛋固醇的食物 有些内脏、蛋黄、鱼、鱼、鱼的食物 第二样就是要避免一些高脂肪的食物 脂肪就是动物的油 例如一些肥的肉食 动物的皮、鸡皮、鸭皮 可以多吃一些什么食物 就像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 例如蔬菜、水果、豆类的食物 懂得留意胆固醇 香港人才算得是会饮、会吃的 不过胆固醇不高 都不担保你一定会没有灌心病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其他的危险因素 譬如说血压高、糖尿病 运动不足这些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吃烟制 所以如果你对你的健康万不惊心 你就很容易幻想灌心病了 不过看完这集之后 大家应该知道怎样对待自己的心 大家都心中有数的了 李医生又跟我们讲一下病人权益 是呀 想重申一下 病人的确是有权拒绝 任何医生向你提议的 检验方法或者治疗方法的 但是你又要知道 如果你拒绝了这种治疗方法 会有什么后果呢 所以你明白了他的利害 你才好作出选择 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够了 李医生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如果你想知多些刚才播出的那集 医生与你的节目内容 欢迎你打这个热线电话 1878111 或者是1878122 然后按照指示 选择节目号码8686